林徽因的庶母,一生比她的生母过得滋润,真正的智慧是爱和包容。 一身诗意千寻铺,万古人间四月天,在众人眼中,林徽因是令人所有人都羡慕的才女。 祖父林孝勋近世出身,父亲林长民和叔叔林绝敏都是有出息的人物,而她长得好,家世好,财情好,还有梁思成。 金月琳,徐志摩这样出色的男人追求,人人都想活成她这样。 很多人都认为她清风明月的家人,却不知道她也像所有女生一样生活在一团乱麻之中,甚至让人无法想象。 她曾说,我的妈妈把我赶进了人间地狱,我没有夸大其次。 母爱这件事,有时候和是否亲生没有关系,你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 人和人的缘分看似是瞬间的相逢,其实是命中注定的永恒。 就像林徽因说的,有些人是你看过便忘了的风景,有些人则在你的心里生根抽芽。 那些无法诠释的感觉都是没来由的缘分,人身原浅,早有分析。 其实,所有的相遇、别离都是由双方的磁场决定的。 磁场相合的人即便初次见面,也能一见如故。 磁场相悖的人,哪怕节食数载,也是貌合神理。 所有让你不舒服的关系,说到底都是磁场不合。 林徽因曾和好友写谢,信中是这么说的。 我知道自己其实是个幸福而走运的人,但是早年的家庭战争已使我受到了永久的创伤, 以致如果其中任何一点残痕重现,就会让我陷入过去的厄运之中, 我自己的妈妈把我赶进了地狱,这搞得我筋疲力尽并深受伤害, 到我临上床时真恨不得去死或从来没有出生在这么个家庭中。 都说女儿是母亲的小棉袄,然而对于林徽因而言,自己的母亲实在一言难尽。 作为光环夺墓地民国才女,林徽因却认为母亲将她赶进了地狱, 其实细究下来,这不是母亲不爱她,而是两代人无法沟通。 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原没有接受过教育,没有办法读书, 还失去了丈夫的宠爱,没有儿子,她将唯一的希望压在了女儿身上, 也将自己的尊严放在了赌气之上。 女儿若是去和别的太太的孩子玩耍,她便抱怨她,骂她,甚至教训她。 何雪原本就是庭院妇女,一辈子也被眷顾在了其中, 她不懂林徽因的世界,不懂外面的世界,在生儿育女,战场上失败的她, 终究陷入了怨天尤人的地步。 而林徽因,作为她唯一的女儿,自然深受其害。 在林徽因的记忆里,妈妈何雪原就是一位满腹牢骚的妇人, 林徽因要的是受宠,而不是埋怨, 林徽因在晚年谈到自己的儿时,曾行道, 我明白,我实际上是个很幸福很幸福的人, 但是幼年冲突的创伤给我留下的伤口太深了, 只要一想起这伤口,我就会想起往事。 事实上,林徽因对陈桂林并非没有好感, 而是有意巴结陈桂林, 林徽因对陈桂林子女的态度,亦是姐姐般的态度。 然而,林徽因和林长民和陈桂林的亲密关系, 却让何雪原很不舒服。 林家的三太太,名字叫做陈桂林。 在林徽因生母的眼中, 这是林家的入侵者,抢走了她挚爱的丈夫。 可偏偏,陈桂林是林家的功臣。 她因生儿育女儿进门,一连就生了好几个儿子, 稳稳占据了林家女主人的地位。 陈桂林文化不高, 但乖巧伶俐,对林徽因也很好。 小时候的林徽因, 很喜欢去前院和三太太, 还有弟弟妹妹们玩耍。 而这个时候, 林长民也会注意到林徽因, 可偏偏,在母亲眼中, 这是女儿的背叛。 因此, 每当林徽因兴志勃勃回来, 便会迎来一顿臭骂。 或许是因为林徽因心地善良, 处处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 也或许是上海女子特有的温婉董事。 总而言之, 林徽因和三太太陈桂林的关系很好。 陈桂林没有以后母的身份对待林徽因, 反而将她视如己出, 称呼她为宝宝。 小孩子都是渴望母爱的。 当和雪原用抱怨和愤恨将女儿包裹的同时, 陈桂林则用爱和关怀安抚着林徽因。 那时, 林徽因年少聪慧, 得了林长明的喜爱, 甚至将她带出国去游学。 对于这件事, 陈桂林没有半点抱怨, 也没有暗中吹枕边风, 反而教育自己的孩子向长姐学习。 也因为陈桂林的真诚, 林徽因也真的将这群同夫异母的兄妹, 当成了至情。 于林徽因而言, 陈桂林虽然不是生母, 却胜死生命。 小时候的那少得可怜的关怀, 也让人林徽因记了一生。 1914年, 林徽因的祖父林孝勋去世。 接下来的几年, 由于父亲公务繁忙, 林徽因几乎扛起了家里的所有, 虽然他才十岁出头。 随着林长民娶了二太太陈桂林, 并接连生下弟弟妹妹们, 家里慢慢又热闹起来。 这段时间, 林徽因是劳累的, 她的生母和血缘根本就是甩手掌柜啥事不管。 而二太太陈桂林, 由于连年生娃身体很虚, 作为林长民长女的林徽因, 生活的重担自然落到了她的肩上。 家里的大事小情, 大部分都是林徽因一个人解决, 甚至连弟弟妹妹半夜哭到不睡觉这样的事也得她来管。 她常常抱着他们溜带一个多时辰, 直到他们睡着。 林徽因六岁就被姑姑交十字了, 到七八岁的时候已经能与父亲通信, 于是写信变成了父女俩沟通的主要方式。 林徽因虽然年龄很小, 但她的书信表达水平令父亲吃惊和感动, 她从信中不仅能了解家里的情况, 还让她充分意识到了林徽因与其他孩子的不同之处。 显然帮她打理家庭, 并跟她通信的不是普通的孩子, 这样的孩子有一个称呼叫天才。 于是在信中她不再只是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 而是顺便把她当作自己的朋友来说说心里话。 在林长民的父母都去世以后, 林徽因成了家里仅有的能在各方都可以与自己有所交流的人, 这对于才十多岁的林徽因来说尤为难得。 林徽因的爷爷林孝巡和康有为是同一届学生, 她的三个孩子,林长民、林尹民、林决民都在国外读书, 思想也很开放, 在这些人物中,林尹民、林决民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 林长民是一位著名的福建法律学院福州第二中学的创完者。 当林长民遇难, 林徽因接手了林家的重担, 将母亲接回了福建老家, 而这个过程里, 她并没有忘记带上陈桂林和年幼的弟弟。 那时,若是林徽因只顾着自己的母亲陈桂林带着年幼的孩子, 或许举步维艰。 后来,林徽因嫁给了梁思成, 回到老家以后, 向陈桂林承诺自己会对弟弟妹妹的教育负责。 而陈桂林, 一直都将林徽因看成自己人。 那是战乱, 当自己的孩子长大, 想去北平投奔长姐, 陈桂林想也不想便同意了。 她信任林徽因, 正如信任自己的女儿一样, 而林徽因对待这些弟弟妹妹。 也正如对待亲生姐妹一般。 林家虽然失去了家主, 可子女却各个成才。 林徽因的三弟, 也是陈桂林的亲生儿子林衡, 便投身军校, 当了一名报效祖国的飞行员。 最后, 林衡壮烈牺牲在了战场上。 林徽因写下, 《枯三弟衡》这篇道王诗时, 他的三弟林衡, 才不过二十三岁。 虽然遭遇不幸, 可纵观陈桂林的一生, 到底过得比林徽因的生母自在了许多。 他将林徽因当成自己的女儿去爱, 而林徽因也将他当成自己的母亲, 一样尊重。 正如林徽因赡养自己母亲多年一样。 在父亲死后, 他同样成了庶母心中的依靠。 这个世界上, 最高明的智慧, 终究还是爱和关怀。 林徽因后来曾写过一篇小说, 秀秀, 来影射童年的自己, 小说里的秀秀最终是死掉了, 这可能是林徽因内心痛苦至极的一种表现吧。 这些痛苦虽是林徽因抹不掉的童年阴影, 但他对鄙视家里的贡献是巨大的, 让常年在外奔波的林长民也因此倍感骄傲。 林徽因当时年龄虽小, 但他这个小管家把家里家外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他不但能得到家里长辈的喜欢, 还能把家里的气氛带动得和谐融洽, 以至于到了后期他能和他的几个同夫异母的弟弟和妹妹们都保持了不错的关系, 这一点实属难得。 只是他的母亲何雪原, 不但与林长民关系处得不好, 与自己唯一的亲闺女也经常争吵, 这是困扰了林徽因一辈子的问题。 每个人的童年或许都有一些坎坷的经历, 林徽因也未能脱俗, 但先有人把他处理得如此完美, 虽然这里可能夹杂一些不愿让人回忆的东西, 但这世界上真有百分百完美的艺术品吗? 他这件作品的华光已经让我们无暇顾忌其他了, 对此大家觉得是怎么样的呢? 快来评论区一起留言和王叔讨论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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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这样子的内容 豹